大家好,还没聊完,恒大的受害者写的联名信,请愿信 我们恳请党、政府和有关部门 先暂时监管恒大相关账户 冻结相关存款和资产 并积极出面协调恒大集团、恒大地产、恒大财富等 相关负责人员与广大受害者当面沟通,妥善解决此事 同时要求其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兑付到期的利息 对未到期的提前终止合同,归还存款 并按实际天数支付利息 我们始终相信为民做主的党和政府 为民做主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是吧?可是实际上呢,这个三年清支府 十万雪花银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 没人为了你 那是喊口号 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叫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通关密语 就是密码 打开这个金银财宝 宝库的密码 对吧 如果他们真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把大量的钱都转移到境外 为什么赖小民一百多个媳妇 对吧 还用说吗 这些贪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有一个人是为老百姓吗?没有一个 真的 不贪的就算是好人了 但是他坐在那办公桌后边 也是一个造粪机器 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之前说过很多部门原来我接触那个税务工商比较多 那税务局做一屋子人 在那个一人一店脑和跟着装逼跟着啊 装的人物人流人模狗样的 那点活 一个月的活有两天到三天全干完了 而且 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都裁下去 这活照样干 就是养着他们,养尊处优 是吧 还是说啊 我们相信为民做主党和政府 始终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写这个文章的人看来都是党员啊 都是干部哈 有很多受害者,所谓受害者 家里真是吃着上顿没下顿 也拿不出钱来吧 有很多也是公务员 是吧 他们脑子瓜子也是被洗傻了 在党政府的精心治理下 我们老百姓的合法权一定能得到保护 恳请党和政府一定要为民做主 为民讨回公道 是吧 因为这些钱承载着成千上万个家庭 未来的稳定生活 他管你呢 成千上万 你还稳定 你死不死啊 是吧 你吃得上喝不上的 他管你呢 这不就是商君书的育民武术吗 让你穷 对吧 让你疲惫 让你疲于奔命 对吧 你有闲钱 对吧 你有了闲钱 你就有要求 对自由民主的要求 你的要求就会多 对吧 就海淀区 那个有的街道办人处的干部都说了 别让这帮老百姓富裕 就让他们穷 富裕了啊 让他们呀呢 还跟我们这地格 北京话叫地格 七事八事的 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的 让他们穷 是吧 就让他们 是吧 穷 广东受害者联名 2021年9月14号 广东的受害者 下业为各请愿者签名啊 签名就不给大家看了 有好多人签名 都是广东的啊 没用 没用啊 我听说 昨天我听说江西重庆 不是把那分公司经理给扣住了吗 我得到消息说这个已经被警察给解救了 人民警察来救大款 是吧 来救失害者 而不救受害者 是吧 中国呀 自古就叫民不与官斗 贫不与富斗 很多时候富人和官府是穿一条裤子 老百姓 就是被 是吧 被权贵啊 有权的和有钱的人 联合起来 欺压 是盘剥啊 压榨 蒙蔽 这是这种可怜的对象 但是很多人还不觉得自己可怜 还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翁啊 还有一种非常骄傲的感觉 很自信啊 中国强大了 中国又盖了这个高楼大厦了啊 中国又援助了亚非拉小国家了 他们觉得非常光荣啊 就应该怎么干啊 他就忘了自己 你吃不上喝不上啊 看病也看不起 住房也住不起的惨状 真的 中国人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是世界上最奇葩的一个族群 这种脑残占了中国人的得有八九十吧 啊 就醒过闷来的人极少 最痛苦的是醒过闷来 然后又离不开中国大陆 只能在中国大陆苟延残喘 低三下四 忍气吞声 还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这批人是最惨最惨的 是吧 我周围有这样的人 活得特别痛苦 但大部分人他们幸福感 幸福指数很高